一只被过往车辆压断双腿的狗狗 绝望地趴在马路边上 望着主人离去的身影 他怎么也想不到 上一秒还对自己宠爱有加的主人 下一秒却将自己无情地抛弃 在这飘着雪花的午后 狗狗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 惶恐的眼神里充满了不安与绝望 寒冷的天气加上刺骨般的疼痛 让狗狗已经开始逐渐失去了意识 此时想救这只狗狗的好心人 抠666 好在这时候环卫阿姨看见了受伤的他 并及时拨通了救助组的电话 救助的小哥哥得知消息以后 马上第一时间赶到了这里对狗狗展开了救援 通过X光片上的显示可以看出 狗狗的两条后腿已经完全断开碎裂 医生表示 想要治疗的话 就算能付起高昂的手术费 狗狗的腿也未必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除非会有奇迹发生 看着眼前可怜的小家伙 救助站人员决定 不管他恢复成什么样 也一定不会轻言放弃 于是大家筹钱给狗狗做了手术 尽管手术很成功 但是想要紧快好起来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起初狗狗每次尝试着站起来 都没有成功 好在狗狗求生的欲望很强 在经过一系列的康复治疗以后 这个坚强的小家伙 靠着顽强的意志终于站了起来 为了让他进一步恢复 救助组人员给他配备了辅助车 可以重新行走的小家伙兴奋得不行 在屋里来来挥挥不知道走了多少次 一年过去后 奇迹真的发生了 劫后重生的毛孩子恢复得往好如初 朝夕相处的日子里 小家伙也和救助人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救助小哥还给他起了个响亮的名字 黑豹 从此他们的大家庭也又多了一名新的成员 让我们为这群善良的小哥哥点个赞吧 感谢他们救助了那么多毛孩子 也感谢他们 给了这些可爱的小精灵一个家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阿秋 一个只专注小动物故事的主播 感谢您的关注与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